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來不來臺灣 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CNN報導 中國強烈反對裴洛西訪臺 甚至也報導環球時報前總編輯 胡錫進PO文 要解放軍半飛裴洛西班機 但如果裴洛西真的來訪臺灣 中國政府卻沒有公佈實際細節 CNN報導為了臺灣主權 中國不惜動物 而裴洛西來臺灣 將是一九九七年 眾議院前議長金瑞棄之後 美國官員訪臺最高層級 CNN報導拜登承諾過好幾次 如果中國以武力入侵臺灣 美國會介入 而且隨著中國擴張勢力 呼籲美國結束戰略模糊策略的呼聲 越來越高 但對中國來說 臺灣卻是不容挑戰的底線 裴洛西要不要訪問臺灣 牽動國際局勢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